正對的陽光有時候它會變黃 脆化的量它可能就會變紫 就會沒有防水的效果 在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我們人體的70%都是水分所組成的嘛 所以我們每天在睡覺的時候 也是會散發大概300cc左右的水分 這些水分可能被我們床墊啊 枕頭啊棉被啊所吸收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我們枕頭 可能會黃黃的 或者是床黃斑這樣子 或是身上有油脂 角質層也會剝屑這樣子 所以保潔墊它的好處很多 它可以保護你的床墊 我們都知道床主都可以洗 可是你應該沒有聽過說 你把床墊彈簧床到外面洗了吧 保潔墊的使用就像隔離霜一樣 先擦隔離霜再擦粉底液 一樣的道理 在床上你就先床墊 然後鋪保潔墊 之後再鋪床包 這是一般的使用方法 那現在因為市面上推出很多 有花色的保潔墊 有時候你甚至把它放在床包的上面也可以 因為它有得很漂亮很繽紛 就不只是設這種白白的這種素色的 像這個功能很多 不只可以放在床墊上面啊 有何事的話也可以鋪這個 鋪在上面 或者是去戶外野餐的時候 可以拿去外面 對 當野餐墊 而且它有鋪眠很舒服這樣 像這個就是防潑水簡單的平面式保潔墊 就像我們手錶有防潑水跟防水 那是不一樣的喔 防潑水的話呢 一點點水是ok的 可是當你很多的時候 它不是防水的 它就會滲透進去 所以呢 我們建議如果小朋友的話 還是一樣要用這種防水的保潔墊 會比較好 現在市面上 夏天常用的材質是涼桿沙的材質 所以很多人就會把它放在那個床包的上面 睡涼桿沙這邊 因為很舒服 因為這個材質也是用在衣服 我們有穿過涼桿衣一樣 那只是我們要運用在寢具上面 所以它就會蠻涼爽的 那不只可以當保潔墊 我們很有出保潔枕套 所以枕頭睡起來不會悶熱 現在有一些專利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為什麼防水又可以透氣 它上次是一個很簡單的原理 跟GOTEX的原理一樣 它是一種不理性的防蠻抗菌 這個薄膜呢 就是這個塵蠻 還有水分呢 是下不去的 可是空氣呢 可以自由穿透 可以穿過這個膜 簡單講呢 它是透氣 然後防水 防塵蠻 是非常好的一個發明 它就是一個原理 一般都說 還是防水是會很悶 這種是不會的 因為這才是專利 它是一個薄膜 這個後面也是這個材質 原則上 它不會有任何 對身體有不好的 因為我們都有經過檢驗 瑞士的心理子 所以可以防防抗菌 不含甲犬 保潔墊的話 有分兩種樣式 一個是像這一種 平面式 那平面式的使用 直接把這個鬆緊帶 套在床包底下 這樣包住就可以了 包覆式它就像一個床包一樣 它有垂直高度 連側邊也要整個 才比較高 才能夠包進去 平面式呢 相對於這種包覆式 會比較平一點 你要少了旁邊的一些布料這樣子 可是缺點的話 如果一樣都是防水 萬一小朋友尿尿很多 剛好尿在側邊 它可能會滲透到 露下去 就是你那個床墊垂直的地方 有可能會露下去 那包覆式這種問題 就會比較少 目前我們做的話 是垂直的地方 沒有特別去做很多防水 因為我們這個 會做比較稍微大一點 就因為這是它不會 只是說 這個有可能會位移 所以它可能會跑過來 平面這個跑過來一點 所以可能如果剛好尿在這裡 就可能會 對對對 在清洗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可能裝入大型的洗衣袋 不要跟衣 或有拉鍊 或其他的東西一起洗 因為怕它會刮壞後面這個薄膜 另外在曬乾的時候 因為陽光很自熱 如果你這樣反面 就是這樣把這個薄膜 正對的陽光 有時候它會變黃 脆化掉 它可能就會變紫 就會沒有防水的效果 在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曬太陽的時候呢 這一面要朝在外面這樣